关系近年密切往来 外交部长吴钊谢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直言 跟美方互动原则在于 对美国好朋友需要一些体谅 美国忙的时候 台湾不要添麻烦 也不要给太多意外 因此蔡总统上任到现在 美方对我们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 而对于国民党设立驻美代表处 积极跟美方互动 吴钊谢则提醒 外交不应该把国内的政党竞争 带到国外去 台湾美国商会举办的谢年办 面对台下商界人士 蔡总统期盼增进台美双边贸易 但对于外商关心的能源供应 稳定问题 蔡总统提出保证 就在台湾频繁停电之际 这番话也是要安大家的心 不希望影响投资伙伴关系 进来台美关系升温 跟蔡总统上任之后 采取的外交策略有关 我们对美国这个好朋友 必须也要有一些体谅 比如说他在忙别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不要去帮他添麻烦 我们不要去要求太多说 你一定要注意到我 因为他的focus 他的注意力已经 在处理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我们需要去体谅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给这个好朋友 有太多的这个意外 那从蔡总统上任到现在 美方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度 是非常高的 而国民党进来也动作频频 成立驻美办公室 积极争取跟美方对话机会 吴钊燮与众心诚的呼应 外交不应该把国内的这个政党的 这个竞争带到国外去 而不应该是说去其他的国家 讲我们自己政府的这个坏话 现在还会有这样吗 我知道的是还有啦 不管哪个政党 双方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守住交往原则 才能让台美关系更长久 记得先为张宁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